之前我们来这边吃板面的时候 有个朋友说 这边有份砂锅很好吃 但是我确实是一直没有找到它 昨天路过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它 今天我们要去吃一吃 昨天是刚下过雪 今天趁着天气晴朗 我们要去吃好吃的 这家砂锅店实际上是一家火勺铺 搭配的砂锅做得很不错 所以很多人说 到这家店来吃砂锅 拿一根黄泡肉就行 进门咱就能看到 很多落在一起的小砂锅 砂锅有些菜是固定的 像青菜 豆腐皮 精精污的 根据每个人点的需要 再加入不同的肉 吃辣椒吗 吃辣椒吗 哦 是 要几个火勺 要两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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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开始点餐到砂锅上桌 并没有等很长的时间 我们要等一下再吃它了 因为这个锅还费着呢 咱们原来一般吃砂锅都是配的米饭 这边配的是火烧 这个火烧都流油了 好脆哦 这个火烧最佳特点就是脆 肉会比较烧 因为我第一口没有咬到肉 它的肉只有薄薄的一层 火烧里的肉不多 不要紧 不要忘了 我还有红烧肉砂锅 里面放的是红烧肉 豆腐皮 青菜 醋丸子 底下铺的是豆芽 粉条 和金生菇 我们先尝尝它的红烧肉 有点辣 还有点甜 它的红烧肉会炖的比较烂 它这红烧肉会炖的比较烂 它这个吃起来辣的很爽 套酒 就是干嘛 pergi 它吃起来 中文字幕——YK